你又认了十万两银子 有什么办法呀 咖喱那小子才四品官 他就认了十万两 其他一品二品 也争认了十二万 十五万 我贵位亲王 怎么也不能比他们低呀 太没面子了 那您真准备 把这二十多万两银子 都拿出去吗 才不能 我跟大臣们商议好了 等仇错完了以后再给他们 先给他们三成 其他的半月后再赴 点将不点兵 带几名奴才农民去打仗 哪能打胜啊 七万两银子白花花的 都扔进了大海了 你说这朝廷没有银子 就打咱们亲王大臣这主意 你们说这是什么道理呀这是 这这怎么能怪皇上呢 短短数月兵乱就已蔓延至十一个省 国库这点银子你们说他能扛得住吗 早就说不应该撤翻 可是皇上他不听啊 没错 只要长江这一时守啊 叛军就长驱直入 京城就保不住了 皇上刚毕自用 我们就要不破家王了 祖宗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难道就让他们这么给败了 说得就是啊 说得就是啊 根据目前的形势 这国未必不能保 这仗呢 可也未必不能停啊 哦 康王有何高见 据西藏送来的折子上看 这吴三桂 他未必没有求和之心呢 您说是列土罢兵 可是皇上能同意吧 是啊 汉朝景帝时 也曾有藩王作乱 当时有一大臣名叫朝错 他就向景帝建议立地撤藩 可是景帝为了平息 这藩王的不满之心 景帝竟然把朝错给杀了 康王 您说罢了玄 列宇军中在跟吴三桂分江而治 半地江山换来喘息之际 我们在谋定而后动 这只怕是保住大清 保住大家家财的唯一办法 只是这是最多小可 本王的意思还有个几大大战 上不下 这件事情不能耽搁太紧 否则一旦土海兵败 吴三桂的兵马还没打到京城 只怕这京城就落在布尔尼的手里 奴才叩见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先拍起来 也买来 让你听得出 我许乎称手 你不许买 这是 这是 你还要 我说 我许买 你许买 傲买 还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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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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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 给皇后娘娘请安 叔叔请起 谢娘娘 怎么了 叔叔 皇上还好吧 好一天 不好一天 怎么了 徒海方面还没有消息吗 已经十四天了 明天我们就淡尽粤绝了 说出眉头紧锁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收到消息 八位铁帽子王 正从圣经 奸城附近 估计明天就会到 八位铁帽子王 是功勋显赫 地位尊贵 从不离开圣经半步 对此难来 所为何事 你还没想到吗 是逼宫来了 南方与吴三桂一战 拜训频传 北方又有蒙古作乱 大清正处在危机存亡之际 朝中越来越多的亲王大臣 暗地里议论 说要废掉皇帝 在你半壁江山 跟吴三桂一和 只要有人带头 大家必定会一呼百应 八位铁帽子王 就是为此事而来的 据说 是杰叔请他们来的 杰叔 给陈律庙 叫你 是杰叔 是杰叔 乌伦 让他 人都说要逼宫了 要换万岁爷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听说明天土海将军 还没有捷报传回来 那一切就都完了 可是万岁爷还在病中 这怎么办呢 是啊 梁公公 请你行个方便 我想见皇上 不行啊 梅京通传 奴才怎么敢让您进去 你认识曹寅这么多年 曹寅是怎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是绝对不会加害皇上的 这个奴才明白 可是 梁公公 曹寅是皇上的好伙伴 从小就在一起 皇上是吃我额娘的奶水长大的 说句反尚的话 他就同我的亲兄弟一样 他病了 我只想看他一眼 求求你了 谁 我上去 我上去 皇上 你是最强的 从来都是最强的 你战胜了斗阵 战胜了苏克萨哈 战胜了敖拜 这次 你也同样可以战胜你的敌人 知道你现在的敌人是谁吗 就是你自己 振作起来 战胜自己吧 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 顺侄爷 你载天幽灵 求你保佑我王子 保佑我们的皇上 保佑我们的大亲吧 我知道你能醒 你一定能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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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皇爺爹最喜欢的 得三 securing 皇爺爹 kingdom 皇爺爹 王爺爹 vehement nhưng 要好好对她 继承地位 是你皇阿玛一生中 对你唯一的请求 唯一的托付 现在你的命 你的命 全家人的命都落在你的手里 皇上只是未经雕琢之规律 假一时必胜唐宗汉 天下在皇上之手必得盛世 额娘对不起你 额娘不能看着你 坐在太和殿上 指挥忠诚 治理天下 我的儿 娘知道 肯定行 肯定行 ilyn久功 chaud功 娘 梁久功 皇上 王上 万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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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好了 给这一杯粥饭 很多的粥饭 万岁爷 你可好了 快去 这 皇上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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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лен 不准哭 作为大清国的皇帝 你不能流泪 来 来啊 孙儿啊 你在这慈眠宫里 你怎么撒娇都可以 你是皇妈妈最特爱的孙儿 爸 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 你就一直是我 最特爱的孙儿 请你 这十多天夹起来 你说这叫还不到十个时针呢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我们要停下去 为了世纪 为了她 心再哭也得停下去 皇上 皇后 明天有一事 要你帮忙 好 万岁爷 万岁爷 土海将军从西北 送来六百里 加急战报 六百里 王爷 王爷 是八位老王爷到了吗 不是啊 不是八位老王爷 是梁九公 梁公公 吴菜 宝盒殿大学室 所逆之子所额图 所逆之子所额图 给八位老王爷请安 你蓝本王鱼马前 到底有何事情 回王爷 奴才奉皇后一旨 请八位王爷到昆宁宫一聚 叩见王爷 王爷 皇上在里边等您啊 王爷 我IGH王子 皇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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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叔叩见皇上 起来吧 喳 人家的皇上 杰叔 你还活得好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 有一件东西 很珍贵的东西 本来是属于我的 可是被别人抢走了 朕知道 这个皇位本应该是你的 这是黄瑪摩利用权术 强从你手里 把他夺了回来 让朕坐在这个位置上 是这个 但我可以对列祖列宗发誓 当年皇阿玛在临终前 确实将帝位穿一阵 不过你们知道 朕从来就不愿意当这个皇帝 既然 皇上不想当这个皇帝 那还不如退下来 杰叔 请皇上退位 是 请皇上 说 皇上 还不得了 这 relied 作为 少了 就习惯了 把你当中的皇帝 请皇上 皇后娘娘和八位王爷到 皇上吉祥 独才叩谢皇上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看到您精神煥发 奴才们也就放心了 你们西北屠海已胜 皇上也已经有了新的方略 要跟吴三桂决战到底 皇后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 很好 此仗必胜 有皇上在大清 必能长生 皇上 窩难当头 老朽 虽年老历衰 但凭着这把老骨头 还能上战场杀敌 杀一个赚一个 杀两个赚一双 恳请皇上就让奴才们参战吧 恳请皇上就让奴才们参战吧 好 各位老王爷 各位老王爷 心心设计 实事难得 快醒 谢皇上 解除 你蒙蔽本王的 意图的熬饭 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 各位老王爷 你们先息怒 此事 这次会来 担心 让你治愿 叫康 你 给你 托尔 你 拿手 让你治愿 去 这个 你 你的 然后 正是反击吴三桂的最好时机 可是 如果这是朝廷中再有争斗的话 那我们 就真的毫无胜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前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信赞 这就是上海的栏目 我只能提出新镜与点栏目 但里面 尤尊产心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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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术 随身来一下 老术 只要盖上这玉玺 老术 皇上 便可以公补天下 皇叔便可以荣誉一场 成为我大清国的皇帝 君无戏言 这八位老王也可以作证 之二 在此对列祖列宗发誓 如有 谋朝复位之心 天诛地灭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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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朕下了四道诏书 第一道最急 朕之过 是朕太心急了 太小看了三番 结果 让大家吃了一轮败仗 令千千万万的八旗将士 战死沙场 其中 有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宣伤 更让千千万万的百姓痛失家园 流离失所 其离子散 朕 罪责难逃 先帝承说 当皇帝里 非以至于 乃至于人 天下者 非以性之天下 乃天下人之天下 皇帝里 只是掌管天下 而非拥有天下 而非拥有天下 朕令朝廷盟凶 令天下盟凶 实施朕罪过所以 朕要醉急 赔礼天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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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爱卿 平身吧 朕的第二段诏书 吉祥 皇上 战 皇上 皇上 所以 朕打算把后宫的宫银削版 一切起居使用礼制 全部废除 什么八小连八大 全都不要了 能吃饱就行 天下百姓都在受口呢 那朕 能一人享福吗 虽然这些都微不足道 可朕还是希望六部重臣 及各省都府能照此行事 减少不必要的耗耗 腾出你们的银俩 以功夺有 第三道诏首 通知仲家 以及各省都府 重用陆营汉军作战沙腿 禀皇上 吴三贵揭竿返青 四川两湖大凡响赢者 禁监汉人提督 以及陆营兵马 容若重用陆营汉军 恐怕 不怕 一直有 陆营汉军 地位低下 但有危险 从来不受重用 可以打起仗来 一切古柴都由他们来担当 而一切功能 都被别人拿走 朝中有很多 像明珠你这样的人 从来看不起陆营汉军 对其加以怀疑 不能上下一心 共同作战 此乃 打败仗的政绩 华文一生 举满汉一家 却未能 好 那朕 就从陆营汉军开始 朕一下指 陆营汉军 从今以后自成一军 独立作战 提升陆营汉军 将士军行 与八旗上 队友攻城 家关禁绝满汉不分 八旗 陆营 均乃我大清之势 徐何忠何作 阁满将不提命车 立成 第四道招数 分化三番 招好兵佑 自开战友们 我军连连战班 是因为战场过多 战线攻城 以致兵力过于分散 未能合力 回剿吴三桂 所以 朕下旨 诛杀吴三桂金钟智子无英雄 同时 放了尚可席之子 尚之龙 并次金银财朴 如果耿上二番 能投成自首的话 那朕 将射免前罪 视之如初 同时 那些跟随吴三桂 谋反的提督将领 凡弃暗投明者 朕将既往不咎 给予保全 恩养安插 禀皇上 此技虽好 可受敌小我掌之效 只是历史上 降将遭诛者 不计其数 唯恐秋后算账 所以他们不一定敢投诚 不会有秋后算账的 本王就是一例 皇上 容奴才 跟各位臣公 说几句话吧 喳 各位臣公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杰叔 曾经联络朝清重臣 及圣经八位天茂子王 对皇上进行逼供 犯下了十恶不赦的死罪 所恶徒 你说得对 这天下 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容忍叛逆者 没有 绝对没有 可是 我们当今的皇上可以 否则 杰叔今天 就不会和大家站在一起 所以杰叔 恳请各位臣公 将这件事情 召告天下 让那些心存疑虑的人 亲密明白 皇上 是绝对不会加罪他们的 康亲王 朕没说要饶你 康亲王戒指 朕给你 戴罪立功的机会 扔你为奉命大将军 马上赶赴浙江 立功 同领江南一带 所有八旗路营20万兵马 各军将领若不服 可猜己 朕为你先斩后奏去 君阿 给朕 打个大声杖 皇上不知杰说 谋逆之子 反而以并尘相闻 皇上之心日月可照 十乃千古明君 请皇上放心 结束就是战术沙场 以后打百慕三贵 以报皇上的圣恩 朕不想乱死 只要你打好这场仗 明明就回来这事 可朝廷而有尊 谢皇上 吴海用家农民和农民 都能打败蒙古大军 但区区吴三贵有什么可怕 只要全国上下一心 乌贼叛乱指日可平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熙的四道诏书果然奏效 除稳定民心激励朝廷士气至上下一心之外 众用陆营汉军及剿府并用之策 更对战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清军很快搬回烈士 返县多城 一些祥吴都府重新归附朝廷 形势开始好转 叛军节节败退 皇上 甘肃提督张勇 率陆营兵马 连线河州 陶州 拱昌多城 最后与湘级都统 贺叉分道河滨 攻陷勒门 你从吴三贵手中夺回甘肃一城 好 这就是满汉和军之成果 为奖赏陆营将领 此封张勇一等侯 其实是 这 欺骗皇上 抚远大将军土海 于平梁虎山敦 大败陕西叛将王府城 王府城率众来详 朕曾经说过 凡弃案投明者 一律既有不救 下旨 父王 王府城原官 赐太子太王 可知 赐太子太王 不敢 再另外一律既然 请向王府城 拱职 赐太子也看见了 一律既然 这 各成功 还有什么军机上奏 为皇上 安齐王大军已连空线多长 现在福建耿京中军队 已退至建昌府新城 安齐王的大军已进入仙侠里 相信用不了多少日子 福建就可平地 皇上 该你下吧 皇上 东南面一角 已经完全被白子围住了 只要三枚棋子 就可以一举把白子牵面 为什么忽然要罢手 转宫别处呢 方儿 我要离开一块 去吧 我要离开的不是一两个神职 我想 我知道 你要到福建去 剧中 其实一直都在等着你 平静南亡一寨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剧中已经在远方忽悔 去 要离开了 你 至少 要离开 他 要离开 刚才 想 孩子就要出生了 我希望你在这之前 一定要赶回来 孩子 真的 放心吧 我一定会在小阿哥 出生之前赶回来 你等着我 三公子 怎样 三公子 点算过了 今天一仗 阵亡170人 上了380人 还有一百二十人失踪了 这么说 这一仗我军 又折损了七百多人 是 敌军五倍军力围困我 还是你的核更力 我军尚能苦撑两年 这还多亏了三公子又兵如神哪 那又怎么样 按我们现在的状况来看 相信不足一个月 仙侠旅便会失守 到那个时候 秦军便会长期植入 福建再没有还击之力了 可是王爷说过 就算战至最后一兵一组 也不能起手仙侠领啊 报 秦军将军 讲 少兵回报 敌人忽然后退武力 请将军定夺 这军明明是圣史 怎么忽然后撤武力 这必定有诈 没有诈 他们只是按律制退兵 鼓务防守而已 按律制退兵 他终于来了 传令下去 明天清兵 必定会大举进攻 而且士气高涨 气势如虹 我们先避其锋芒 退至岭上 谋定而后动 这 到底是谁来了 来吧 就让我们军以死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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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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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是居中最好的知己 别人不理解 难道皇上您也不明白吗 你怎么这么运辅 我告诉你注定要拜的 难道你不知道后果吗 别的不难 如果你万一有什么闪失 冰月怎么办 他也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月 给阿玛请安 快起来 宋儿 起来 冰月 阿玛真没想到 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你 阿玛 对不起 不 不要说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 参殿皇上 谢皇上 谢皇上 来 让朕抱抱他 还好吗 谢皇上关心了 兵月很好 你们的孩子 长这么大呢 来 让朕抱抱他 这孩子 他出生那天起 便盼望着 这福分 湛儿 去 让皇上好好看看 来 皇上 让皇上 那是这架子 那是他 如果可以选择 我情愿我 都像以前一样 二十年了 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 又能有几个之前 来吧 皇上 下棋吧 这剧棋就要分个胜负了 好 那我们就来分个胜负吧 你要是赢了的话 朕就饶晋南王府所有人死罪 输了你就要率军屠城 那看来这次我是非赢不可了 来吧 拿出你的真本事 看看是你强 还是我强 好 要不然万一输我的话 三分一招 不到最后一招 不知道鹿死谁手 说得好 对 三分一招 transit 就算是什么 叫你 新加坡 现在 进入座 他给他缴 将 将 你打算了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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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尉 似书 就说 正儿 不乎 不乎 领导 朱莉 击乎 皇上让了我一手 剧中才反败为胜 其实这军心赢的 应该是皇上 皇上乃九五之尊 叶国之主 居然在众部亏亏之下 伴有人前 就凭皇上这份自信和宽阔的胸襟 置于天下 实乃社稷之福 百姓之福 不管怎么样 这棋 有了 这棋守诺言 您去晋南王府 所有人死去 改日 少长分解 谢皇上 乃姑娘 带着走 把给带去躺草 走 走啊 郭君上 上 皇上 你明白 我不能想 更不想和你站 谁给你站了 要站是吧 来啊 站起来 起来 你给我站起来 使劲再使劲啊 我跟你站 你是能给我站起来 你个懦夫 你这个混蛋 你站起来啊 来啊 因为从你开始 我就没打算跟你比 你是最强的 你是天地下 你最强的我康星大帝 是 我是最强的 我是康星大帝 你个强 怎么样 你知道我失去多少东西吗 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失去 你给我起来 混蛋 你这个狗狐 你给我起来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要兵肩作战 你是我的好兄弟 你不能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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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一生能遇见你 是 高居主的夫妻 你看遍了我的一生 谢谢你兄弟 你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该走吗 我该走吗 再见吧 拜托 speaker possibility 你看到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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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